疫情在新北市蔓延逐渐扩大 5号公布又新增三里新个案 其中两例群聚感染 一名住在中和的28岁女子 上个月19号到医院看诊 与其他病患的陪病家属接触 还有一名住在永和41岁的男子 这个月2号参加社区活动 曾接触过个案 男人都在2月29号出现症状 隔天开始起红症 目前已经实施居家隔离 机关署匡列204人 并且将持续监测到22号 不敢松懈 同一个后诊区域的 另外一位病患的陪病家属 所以是有在就医的时间点 有重叠 另外一例的话 则是在指标个案 2月11号在社区活动地点 也有实地的重叠 症者麻疹的患者在出红疹 前后4天开始有传染力 病毒都以空气传播传染力强 从上个月19号 累积到这个月5号 已经出现5例个案 新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足迹点 都集中在中河地区 有南京东路的新麻辣麻辣锅 自制界的润饼店 以及早餐优雪和美式早餐屋 疫情扩大民众强打疫苗自保 尤其是1981年后出生的要注意 根据医学报告显示 1981年实施麻疹疫苗注射 保护力可持续20年 而现在20岁到40岁的民众 体内的抗体随着年纪增长减弱 因此医师建议 若要到高风险区域 1981年后出生的民众 最好先自费施打疫苗 比较安全 我们还是有敦请两家 这个疫苗厂 能够在这个进口更多的 这个量来提供我们国内的 自费市场的一个需求 机关数预估 马准在三四月会到达高峰期 国内的疫苗总量 目前有一万剂 库存有限 民众还是得失身体状况 不要强大疫苗才不会造成缺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